出十二世界盃棒球賽 進入超級循環賽 首先看到A組第一的日本要對上B組第三的委內瑞拉 二局上日本隊先遇到麻煩 先發投手青木碩真投出兩次保送 讓委內瑞拉攻占一二雷 結果面對預賽十打數五安打的Alvarado 這一球被他敲到左外野方向 越過了外野手的頭頂 形成一支二雷安打 委內瑞拉先持得點 取得1比0的領先 還好曹太郎的反攻來得很快 二局下滿雷的情況 高點之際這一球擺出短棒要點 雖然自己出局 但這次的強迫舉分戰術成功 讓日本隊追平比數 同時繼續攻佔二三雷 下一棒的片鋼大流也沒有錯過這個超前比數的好機會 一棒打穿中間防線 日本隊靠著這支帶有兩分打點的一雷安打 二局結束 反倒以3比1超車成功 這場比賽 日本隊雖然只打出6值安打 但靠著團隊的有效發揮 包括四局下連續兩次短打成功 又攻下一分 再加上四任投手一起封鎖委內瑞拉的打線 中場日本就是以4比1贏球 拿下在副賽的第一場勝利 另外一場比賽看到古巴交手墨西哥 古巴隊在一局上就展開攻勢 兩處局二壘上有跑者 第四棒的薩埃斯把這球敲到中左外野方向 形成一隻安打 護送跑者繞過三壘回到甜蜜的家 攻下分數 這支二壘安打讓古巴隊率先開張 1比0 紅色閃電到了二局上要繼續搶攻 先靠著安打拿下一分之後 在滿壘的情況下 剛剛有長達演出的賽S 一棒敲出中段野方向的平飛安打 雖然一人上的跑者想要上三壘的時候被夾殺 結束這個半局 但二三壘的跑者已經趁機回到本壘 此時比分已經來到了4比0 古巴的小球員們今天打起球來是輕鬆血液 但他們的對手可就是苦哈哈啦 因為古巴在先發投手Bariado今天是火球連發 平平標出120公里以上的超快速球 先發四局送出6張老K 讓墨西哥的打者是一籌莫展 就算對手攻勢零星 古巴隊並沒有打算 就此收手 先在三局上攻下兩分之後 四局上當家四棒4S又來啦 向準這顆球大棒一回 小白球朝著右外野方向高唱永遠不回頭 4S敲出這發兩分全雷打 今天單場4-4還打回4分打點 在他的帶領之下 中場古巴是以10比0 輕鬆打敗墨西哥 我愛體育新聞 吳俊潰李優謙 綜合報導 我愛體育新聞 吳俊潰李優謙 維秀